不過說到國營事業 向來被視為是藍營鐵票區 現在是傳出其中有幹部跟民進黨互動密切 還成立小英之友會 難道是要倒戈了嗎 民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今天上午走訪基隆大五輪工業區的時候 強調本來就要爭取最多人支持 看到防彈玻璃還特別抬起頭 親自走訪基隆大五輪工業區 對中小企業拉票不遺餘力 現在更傳出國營事業成立小英之友會 暗中力挺蔡英文 我覺得倒戈這樣的說法不禁公允 也不符合現代的民主社會的一種想法 任何的選舉候選人都是希望能夠爭取到最多數人 還有最大的支持 希望爭取最多人支持 不只國營事業倒戈 原先藍大魚綠的基隆也不再是鐵板一塊 挺來工業區轉向敞開大門迎接蔡英文 但國民黨振錢換將朱立倫即將上場 還說自己內部民調和蔡英文差距在10% 國民黨內部民調他跟你差在10%以內 你相信嗎 好 下一題 敏感問題不回答蔡英文不想正面對決 就怕選舉步調被打亂 國民黨臨全會後隔一天 蔡英文競選總部正式成立 要用另類方式和朱立倫過招 我們的訴求跟國民黨這個時候的訴求是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著眼的是一個全國人民的團結 能夠大家在一起 希望讓更多的台灣的民眾能夠知道這個消息 然後能夠來共襄勝負 英倫對決是棋風低手嗎 選戰最後三個月2016大選逐漸白熱化 欲甸TV有情春捧完新基隆報導